电影狂业主持 陈子彭 初戀无限jam St. Street 由爱尔兰导演John Carney 编导 讲述有Fredier Wars Pillow 飾演的Corner 原本在都柏林的贵家私校读书 但因为家庭出现这个问题 被爸爸逼他转到一间龙蛇混习的公立学校 编导John Carney 不论是成名作《一奏倾情 ONCE》 或上一部由Claire Knightley 和Mark Ruffalo 主演的 《一切从音乐再开始 begin again》 这个导演不知为什么在《独孤日美》 喜欢拍一些音乐人的浪漫爱情小品戏 似乎最爱拍这个独立音乐人 无成本无资源的情况下搞音乐的故事 当年的《一奏经证》 John Carney 都用了好像传说是十三万欧元 刀仔割大树 该部戏的主题曲《Falling Slowly》 更加获得开戒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 Sing Street 顾名思义在街头唱歌 事实上John Carney 过往两部作品 都有音乐人在街头演唱的故事 上次一切从音乐再开始 有倒霉监制Mark Ruffalo 遇上失恋的英国唱作歌手Claire Knightley 同时天涯论乐人相逢一起搞音乐 意想天开想打破有才有势的行规 找来一班杂牌军在纽约街头巷美灌乐新歌 一切从音乐再开始 全片讲获好评 今次《初戀无限jam》 说到Connor 首次离家之后 面对着完全不同的环境 幸好认识了一班向他伸出鱿鱼之手的 例如像Darren 和精通多种乐器的音乐神堂 Emman 当然 还有令他情斗初开的 刑格女神Raphina 为了讨好这位女孩 Connor 声称自己是乐队成员 更加邀请对方担任新MV的女主角 和乐队的化妆师 Connor 更加有自己的朋友 是冲淡私人MV摄影师的 整队band玩着Synthetic Dance Pop 一身打扮指足80年代熊 极一时来自白民团的英国乐队 Juran Juran 其中也有cover其他80年代歌手 或者乐队的歌曲 例如像The Jam 或者Joe Jackson 向80年代致敬的举动也很明显 今次人物更多 除了上述几位乐队成员之外 也有像叛虎忌安的乐霸同学 更加有反对Connor 染头发的古板校长 Connor 最后在音乐会 向校长大玩面具起义 充满反建制味道 实在令这个观众拍案叫绝 用音乐包装爱情故事 John Carney 拍这种类影片 无疑已经成为了熟手专家 技法越来越多姿多彩 相信往后再出现其他作品 会令人更加期待 电影狂烟 支持及赞告 陈子斌 电影狂烟